嘿 各位朋友大家好 你現在所收看是 一定是台語新聞 我們的台語會連動喔 我是大...連的 今天呢 來唱這首歌 這首歌曲在前幾年 有很多年輕人都很愛唱的 喂 有很多這個阿公阿嬤就說 他剛才在唱什麼 怎麼叫人去死啊 這個社會的暴力之氣 對不對 我們不能叫人去死耶 對不對 好 但是有時候 雖然說沒有什麼深仇大恨 但是呢 這個就是想出一口鳥氣 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用什麼種的俗意來形容說 你想要出一口氣的那種感覺 來 今天大人就要報給你知道 來 切去肉 這句話叫作 補蟲蟲蟲 就是說 這個不大腕大小啦 這種蟲蟲蟲蟲蟲就這樣 這樣 一點點對不對 小小的過節 沒有什麼深仇大恨 但是你就是因為這件事 在心肝當中過不去 所以在職場上面 常常就說 他上面在你老闆面前 給我拍一看 所以這一次呢 我有機會 可以這個 在他上台報告的時候 突出之後呢 我就可以稍微給他 補一個蟲蟲蟲蟲 可以舉手發表意見 我覺得這個林副理 他這個 這一次的報告呢 是相當的失敗啊 身為一個專業的經理人 是不應該發生這樣子的情形 有沒有 那個時候 有很多小人的這個嘴臉 就會跑出來 這個小人呢 他有時候也不見得 是會對你造成多大傷害 但是這種一口氣 面前呢 再過不去 但是大家要記得 聽聽聽聽聽 有很多大蟲蟲 都是透過這個小小的蟲蟲蟲 慢慢 累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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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 人家在講說 冤冤相報何時了 對不對 冤冤相報何時了 到最後變成了一個非常大的 深仇大恨的時候 就很難解了 所以 所以 大連鞋子在這裡 就要跟大家說 我們心就要放開 不可以常常想說 補蟲蟲蟲 你自己的心肝 就會比較開闊 格局也會比較大一點 來 對大連鞋子說一次 來 補蟲蟲 這樣啊 每天如果說小禮 我們的台語組聯盟 會不用回家喔